买了一个盲盒,我们就想集齐全套 买了一件首饰,我们就想给他配一整套的衣服 我们是不是都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 仅仅是为了搭配呢,我们就会买很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种普遍而且古老的现象 叫做狄德罗效应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狄德罗效应 如何克服它的影响 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它打造更好的自己 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个故事 18世纪的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做丹尼斯·狄德罗 他不仅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 而且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有非常多的贡献 本来狄德罗的生活非常的朴素 直到有一天呢,一个朋友送给他了一件非常奢华的红色长袍 这个长袍的手感非常的柔软 质地非常的精良 图案非常的考究 他非常的喜欢,于是呢,就扔掉了旧的长袍 每天穿的新长袍在书房里工作 但是呢,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 没过多久,迪德罗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太坡了 跟新长袍一点都不搭 于是呢,就去市场上买了一张新的桌子 买来之后没过几天,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就是墙上的壁画太丑了 跟办公桌也很不协调 于是呢,又去买了新的更昂贵的挂毯 慢慢的他又发现椅子啦,书架啦,闹钟啦 这些东西都跟书房的整体风格越来越格格不入了 于是,所有的旧物件也都慢慢的被他换成了新的更昂贵的家具 终于,迪德罗神气十足的站在自己的新书房里 打量全新的环境 感到十分的得意 但是这时候银行发来了账单 迪德罗发现自己已经欠债累累了 这一切呢,都始于一件奢华的长袍 用迪德罗自己的话说呢 我曾经是旧袍子的主人 现在却成了新袍子的奴隶 他非常后悔扔掉了他的旧长袍 甚至呢,还为此写了一篇论文 叫做《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 希望以此文警告那些 拥有品位多过财富的人 那么后来的学者借用他的这个故事 把这类现象统称为迪德罗效应 他的动音其实来自于 根据于我们人类的原始动力之一 就是对更好的一种迷恋 对和谐统一的追求 迪德罗效应在当今的生活当中呢 也非常常见 但是往往被公司或者商场 用作一种销售的手段 比如说生产相互搭配的产品进行售卖 或者呢制造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等等 现在的科技公司也运用娴熟 比如说苹果公司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为什么很注重设备之间的功能联动 原因之一呢就是向我们展示 你看多个设备在一起 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啊 这样呢就能不断吸引我们购买他的产品和服务 我自己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说买了一双名牌的跑鞋 就会觉得运动服配不上它 买了一个新的沙发就会觉得 哎救茶几配不上它 买了一个新电脑呢就会觉得 救手机甚至有点配不上它 其实呢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消费都不是必须的 那么如何管理自己的行为呢 以下分享三个实用的小技巧 第一呢就是保持简单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都首先使用那些最基本的工具 直到这些基本的功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再考虑升级 而不是永远追求那些最新最潮的东西 第二呢就是制作愿望清单 这个是我从GTD里面领悟到的一个技巧 我们可以把想买的东西先写下来 写下之后大脑呢就会倾向于认为 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 这样可以很大的抑制我们冲动消费的倾向 第三呢就是远离消费的信号 如今广告真的是无处不在 不管是通知推送还是弹窗 甚至在朋友圈的信息流当中都会有广告 首先我建议关闭那些购物类应用的通知 关闭广告的推送或者呢在工作和学习的时候 打开手机或者电脑的免打扰功能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被干扰和轰炸的时间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善恶都在一面之间 那么迪特罗效应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首先呢不断的把美好的人和事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让我们对枯燥的环境充满期待 设想一下我们未来理想的生活方式 设想一下自己穿上那件华丽长袍的样子 让我们有动力开始改变 不断的追求和创造 其次在培养习惯或者自信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从小的地方开始 先建立一个成功的习惯 完成一个成功的任务 就像先从一件袍子开始 慢慢你的书桌 椅子 壁画 甚至整个屋子的全新升级 就可以逐步实现了 OK 希望你在生活当中 也能够注意到迪特罗效应的存在 克服它的影响 并且利用它实现积极的改变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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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